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会老去 埋着盘山步履 心中只挂念儿孙子女 珍惜着每一次相聚 直到少晚生命的过去 我们都会离去 不留只言片语 就算再委屈 也轻轻地回去 只想和你做一生伴侣 多少的话语藏在心里 多少的回忆不再提起 只因你潜伏着我身 从未抗训 一生的回忆 就算是最重要的 我得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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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生子 我得惹走 我得惹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为什么跟着我 大妹子 你别害怕 什么大妹子 我不认识你 你是不认识我 但是我在车上看着你情绪不太好 一个人在掉眼泪 我想你是不是需要 我不需要 你离我远一点 否则我喊了 别 这真对不起 你犯了是误会了 你看 你不要这么紧张好不好 我看你情依不好 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 你神经病啊你 老不正经 我神经病 我老不正经 老不正经病 你神经病 喂 小江 你出差回来了 我上午刚回来 哥 我想接妈到我这儿来住几天 我给你家打电话 方姐说她出去了 我给妈打电话她不接啊 妈会不会去你家了 没有 我刚从家里回来 那妈去哪了 你也不知道啊 那妈不见了 哥 妈回来了吗 不知道啊 我去看看 妈 妈 妈 回来了 我妈回来了吗 没有啊 还没回来 怎么了 她我妈电话她不接啊 妈 你回来了 她才回来 你去哪儿了 我呀 坐一段车走一段路 腿都走酸的 您这是上哪儿去了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上了这个公交车 然后开开开开开 然后我又坐着公交车回来 到了西湖 我本来到了很多地方好多人哦 人看人 回来就好 那我做饭去 小香 你坐 妈 你要是对我有意见啊 直接骂我一顿得了 这地方本来你就不熟 你这一出去 出去一天 万一出点什么事 大月非吃了我不可 开什么玩笑啊 她能把你给吃了 您是不知道呀 其实我们现在工作都忙 压力也大 不求别的 只求您能让我们省省心 这日子嘛 反正怎么都得过 就别没事找别扭了 妈给你们找什么别扭了 那我们前脚走 妈后脚就出去 一走走一天连电话也不接 这不是找别扭这是什么呀 那我都要问问了 那是什么原因让妈 早出晚归得不着家了 妈来就是给你们当帮佣陪护 一天到晚干活是吗 哎呀 天啊 不知道情况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眼了 有本事啊 就把妈接回家去进校 别跑我这儿来调理 小丽 闭着 怎么了 这怎么说话呢 你瞧瞧 现在这孩子 越来越没礼貌了 我就是一片好意 怎么又成了我的不失了 我可没看出你什么好心好意的 我们中国人讲 孝顺父母 孝敬父母 这个孝顺父母 不是说就给点饭吃 给个衣服穿 能养活着就行了 我说首先要孝敬 孝夫子说 无尽 这无礼 你懂不懂 行行行 你们都是好人 救我一个坏人 行了吧 怎么啦 怎么了 许丽 许丽 这又是干什么吗你 怎么了 我妈回来了 小湘来接她 你跟小湘吵什么吧 既然我妈是真的不想在咱们这儿住了 我也不拦着了 你别不饮不饶 今天晚上一家人高高兴进吃顿饭 行不行啊 这饭还能吃啊 你听听你妹妹怎么跟我说话的 她有没有把我当出她的嫂子 妈 走 我告诉你 要收我东西回家 她压根就是把我当成敌人的 怎么办 我要不是念在她是我小姑子的份上 是吧 我一直都不肯跟她计较 从来不跟她当面子起冲突 我知道 她倒好了 我看看她这小动鼻子上脸 行了 行了 还没完了你 小湘待着我去说她 好吗 再说小湘脾气你还不知道啊 知来知去的 跟你的性格有一拼 跟我 我敢跟她比啊 人家是电视台的大编导 把别人都当成她的观众教育呢 妈 妈 你这没给她 哥也不容易 好不容易给我买个礼物 还让她老婆掉了包 这要是让你哥知道她多难受啊 我怕他们两个吵架 那你就这么忍了 忍了 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要是捅出去了 那以后跟你嫂子怎么相处 算了 你这次就饶了她 她要是再这么恶劣啊 我就当着徐伯伯小区 还有我哥的面出分去 去吧 去吧 徐伯伯 我走了 走走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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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们这儿要走 我到小厢那儿去住一阵子 不行不行 吃完饭再说好吧 谢谢亲家了 妈 我在这儿也住了这么一长时间了 给你们惹麻烦了 你这说哪儿的话呀 你儿子在这儿 这儿就是你的家 你往哪儿去 他不是来接妈的吗 让他接完赶紧滚蛋 去吧 徐伯伯 你让谁滚蛋啊 谁该滚谁滚 你说什么呢你 你居然敢打我 爸 他打我 你居然敢打我 你居然敢打我 你说什么爸 你向着他还是向着我 我就是向着我女婿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你怎么可以打媳妇啊 我打你了她 你疼不疼啊 你疼不疼啊 你说你疼不疼啊 妈疼不疼啊 妈 你打媳妇就至于打我了 别演戏了你们 嫂子 你说谁在演戏呢 哥为什么打你我不知道 小夏 可妈护着你 笑着你说话 你不知道感恩 还说妈在演戏 说话留点口子好不好 别说了 你凭什么来叫醒我 不是想走吗 走走走走快走 妈走咱们走 爸 爸 亲家 你不能走 这就是你的家 都不走 都别走 我走 妈 妈 奶奶 你们怎么了 你还站着干什么 快去把你爸追回来 妈妈 妈妈 没事啊 快 把你哥追回来 知道了 别哭了啊 妈 小姑娘 你回去吧 我跟你爸待会儿 嗯 小夏 小夏 你说这天底下的婆媳 真是一对天底嘛 咱们就相处不好呢 也不一定 也得看是什么人 不过哥 不管怎么说 你今天真的不应该 动手打嫂子 咱们家 爸什么时候对妈 对我们动过手啊 你嫂子她今天说话呀 太气人了 我 打嫂子这一巴掌子 算是把妈永远打给你们家 那怎么办 打都打了 覆水难收 妈为了你们夫妻之间 这边的关系 是不可能再在你们家住了 不过哥 爸走了这段时间 你对妈已经很尽心了 从今以后 妈就交给我吧 啊 今天晚上啊 不知道你哥嫂她们还闹不闹 闹也是小闹 不会大闹了 其实啊 嫂子还是怕哥的 胡说 你没看见啊 嫂子还在那儿闹情绪呢 见哥摔门走人 她立马让嫂子追熟去 生怕哥走了就回来了 哼哼 笑什么 想不到你哥骨子里还有那一股钢琴 这一点倒是像我 你说是不是 是啊 不过哥啊 应该动得到你 恐急了还跳墙呢 妈 你说实话 哥打嫂子那一巴掌 是不是觉得特解气 我解什么气啊 我不是也打你哥了吗 我笑的是啊 你哥啊 还没有软成一坨泥 让许你捏了你去 是啊 哥也太老实了 咱单单位就是处处忍让 付出这么多年了也没提上去 让嫂子抓狂 在许家呢也是奉献了再奉献 像个佣人似的 直到爸去世以后 他才反应过来 要好好孝顺你 也管问咱们家的闲事 你哥是因为太厚道 像你爸天生的吗 那我呢 我像谁 我像不像你 也像 也不像 反正在嫂子眼里啊 你是个麻烦的婆婆 我是个刁蛮的小姑子 以前啊 媒体会出来 现在我才感觉到 做事啊 说话呀 都得拿捏分寸 太内心了 妈 没事 有我这个女儿呢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我永远欢迎你 好女儿 还疼吗 还疼吗 没留下手印吧 你还想留印子 我以前一直以为 我嫁了个好丈夫 今天你这一巴掌 算是把我给打醒了 从今天起 我跟你恩断义绝 这话说得也太严重了吧 恩断义绝 你还真的不想跟我过啊 我就是不想跟你过 明天早晨 上民政局 把婚离了 你回家找你妈过去 这种日子 我一天也受不了 可以 你说话算话 没良心你 你们沈家人 是不是离婚有瘾 你怎么不讲理啊 这离婚不是刚才你说的吗 行了行了都是我错的 我不该打你 我给你道歉 行了吧 你干什么呀 妈 你干什么呀 小夏 起来啦 困死了 你今天不是有个采访吗 忘了 起来啦 你都带上班啦 你没关系 我没有没有关系 妈呢 你不是想说 我不想说 你怎么过来 你带上班 去哪里 你带上班 你带上班 孩子们上班也真辛苦的 小湘啊 你想睡什么 我给你做早点 你别管我了 你再回去睡会儿吧 那个 你给我睡醒了 别忘了吃到点啊 你要不想做的话 我给你那个快餐店有豆腐油条 好 那我不管你了 你也别管我 嗯 好 早啊 去你 赫 还没睡醒呢 睡着呢 那个拍摄内容都安排了吗 你放心吧 一切都在掌握酒 两个小时到县城吃完早饭 八点半往客里走 开路 走吧 爸醒了吗 小剧 快起来 爸 该吃降压药了啊 爸 用不用我把轮椅推过来啊 我自个儿能走 好 好 慢点 快点坐 快点坐 许丽啊 这昨天的事情 你气还没小啊 我都跟你道过歉了 我妈也如你意走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你这么不说话属于冷暴力啊 好 海星啊 这个 国庆长假快到了 你和妮妮打算怎么过呀 我们 我们去喜马太旅游吧 现在喜马太旅游啊 可流行了 妈 海星哥带着妮妮还有我 我再问问我哥他们去不去 咱一家几口 组成一个喜马太旅行团 怎么样 哦 去喜马太喽 这足以好啊 我这一辈子 还没出过国呢 你们去吧 我得回趟山里老家 我爷爷今年九十六岁了 就算每年回去一次 还能见他几次啊 你爷爷算是没白疼你 记得前些年 每到逢年过节啊 你就去赶火车回老家 在外头工作啊 平时也顾不上 只有国庆春节这样的长假 才能回去一次 陪他们过个节 这大概就是 中国是小新吧 行 我给你们做饭去 别做饭了 海青哥 你启发我了 妈 中国是小新 这个题材怎么样 好啊 那我们下期节目 就做国庆长假的 中国是小新 海青哥 我们跟踪采访你好不好 别别别 我一对镜头就犯傻 你还不如到火车站 随便找几个人 故事都比我精彩 你就当支持我工作行不行 这样吧 我们医院呢 也有年轻的医生 国庆节回家 回头我介绍你认识认识 我不找别人 我就觉得你的故事好 你也知道 我就害怕镜头 妈 你看看 一点都不熟 海青 你们医院里面有年轻医生啊 多吗 挺多的 过来过来过来 我问问你 既然挺多的 你帮我们介绍介绍几个合适的 你看看我们家小湘 都多大岁数了 一点都不着急 行 那小湘 你跟我说说 你的择偶标准 我没什么比较软 要不照你这样找到了 别开玩笑了 像我这样年纪的 基本上都已经结婚生小孩了 不过我们医院里面 倒是有两个挺优秀的人品挺好的 回头介绍给你认识 再说吧 什么再说呀 得抓紧 那拜托了 阿清哥 那等我和妮妮过境回来 我一定帮你留心这件事情 你要带妮妮去啊 那梅子在假日 就没法回杭州 见女儿了 她不回来了 她说要出国度假 喂 大岳 你和徐丽还好吧 妈 您放心吧 我们早就没事了 那就好 俗话说啊 天上下雨 地上流 夫妻吵架 不记仇 没事就好了 国庆假日 你们有什么打算 国庆啊 国庆节 徐丽她爸行动也不方便 我们就在家休假吧 妈 我把您接过来吧 免了免了 你小香啊 要去拍片 我要跟她一块去玩呢 是吗 那好 那节后 节后我去看您 挂了 我妈跟她电话里都说了 我妈跟她电话里都说了 这天上下雨 地上流 小夫妻打架不记仇 这都多少天了 你还有完没完啊 我跟你这个仇啊 永远都没完 我看你有完没完 有完没完 有完没完 你给我滚 喂 喂 妈 梅子 你长假出国旅游回来了 回来了 这旅游真是挺累的 就是不停地走马光花 好多景点啊都是 到此一游拍个照 留念就走了 不过啊 还确实挺长见识的 妈 你啊赶紧去办个护照 以后我和David带你出国玩去 我还出国呢 我国内好多地方都还没去过呢 妈 你这一辈子 不是家就是学校 不是学校就是家 你真该动动窝了 小湘呢 小湘啊 小湘上班了 我跟你说啊 我刚刚就在看他这一期的节目 叫做金色舞台 好看吗 好看哪 他就是说啊 这个每一次放假 这个儿女们呢 通通都往下跑 都想在家里 跟父母亲多待几天 那妈 你什么时候来上海啊 我 我不太想去啊 妈 你 你答应我的 你不准变卦 这轮也该轮上我了 梅子 你们两个 是想两口过日子 凡事啊 都得商量着来 这是我家 再说了 当初买房的时候 你和爸还帮我交了一部分首付呢 你回到我这儿 就等于回到自己家了 好 那 那我就挂了 好 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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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还是在自己家里面吃饭舒服 是吧 那当然 那当然 戴卫 你不知道吧 这个房子 我爸妈 帮了付了二十万的首付呢 这事你说过 我说过了 嗯 但是你不知道吧 我当初 很心买下这套房子的时候 就是想让我爸妈 来这儿多住住 结果没想到 我爸就这么走了 我呢 邀请妈过来住了 我想让她多住些日子 你觉得怎么样 她答应了 我这是苦口婆心劝的 最后她才动心 亲爱的 你看我们这个小两居 她来了怎么住啊 那书房 把折叠椅放下来 不就可以住了吗 书房 那我万一要工作怎么办啊 这客厅这么大一个 还容不下你啊 实在不行的话 在卧室啊 这 都可以办公吗 亲爱的 这 你的母亲一来 我们的生活节奏 不都全乱了吗 也没事 如果是我的话 我父母过来 我一定给他们小区周围租一套 不太好方 这样不是方便吗 这也是一个办法 这个 不太容易租吧 应该可以 到时候再说吧 来来 喝酒不说了啊 这样子 你给你的办法 还多过一班 饭嘛 你看看香不香 我闻着就香 哥 再拿双筷子啊 可以吃饭了吗 我没吃的 给你吃碗饭 来得正好 我有事想跟你商量 这妹子啊 把电话跟我说 想让我去上海住几天 你想去吗 我是想去看看她过得怎么样啊 可香 妈去上海住两天 妈 那你要走了 剩我一个人多孤单呢 那你就赶快找对象结婚吧 引火烧身吧 我就惦记着她呀 中山大师 总不能让妈陪你一辈子吧 妈 妈 您要真想去上海呢 您就去 待舒服了您就多待两天 待得不舒服啊 您就赶紧回来 你看看 受到她的痛处了 就要赶我走了 我说你跟徐丽 赶快跟她介绍介绍嘛 怎么没介绍呀妈 她人都不见 你问她 这海清不是说国庆过后要跟你介绍男朋友的吗 我我得打电话问问她 妈妈妈别别别别别 你又不是没看见 我现在忙的哪有时间才聊呀 你忙到连见人的时间都没有了 忙 我打电话 妈 你别打我烦 你还烦呢 妈 我打 哥 你干嘛 你别打我 哎呀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就不能踏踏实实断烦 喂 海清啊 忙着呢吗 不是 我妈找你 妈 海清啊 哎 你呢 那我就可以 去 对了 我 我有事问问你啊 你不是说 要跟小香介绍男朋友的吗 有合适的吗 有了 那好啊 好啊 那明天我们到了就跟你打电话 好 那就明天见 哎 明天见 怎么说啊 哎呀 有了 还有一个 年龄嘛 三十出头 嗯 是一个大博士哦 那挺好的呀 前不久跟女朋友分手了 帮她介绍女朋友的人 踏破门槛了 嗯 因为她们是好朋友 所以呢 关于介绍女朋友的事 她就没说 让我们呢 先去瞧瞧 嗯 又是博士 我才不去呢 我姐找那个博士 我都看得够够的 我瞧瞧 必须去 哎 你去看看吧 人家海星好心好意地帮忙介绍 万一你一看 队上咬人呢 是不是妈 就是啊 我陪你去 我帮你把关 哎呀 妈看人的眼光啊 我告诉你可准了 海星哥就瞎帮忙 怎么是瞎帮忙呢 人家好心好意地帮你 那是因为把你当妹妹看 谁让她把我当妹妹 那你要把 让人家把你当什么呢 好 行了 妈 我今天来啊 还有个事的 再过几天 就是您六十八岁的神志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你爸走了 还不到一年呢 今年不过了 真不过 明年再说吧 妈 你看你跟我爸感情多好啊 我就想 找一个像我爸那样的 踏实稳重 能给人安全感那种 你爸有什么好的 你看他多狠啊 自己就先当了逃兵 把我一个人留下来 让我哭他 念他 唠叨他 那是因为 爸以前爱你疼你 伺候你 那你现在理应哭他想他 念叨他 这才公平吗 不是啦 妈 你这少说两句 妈 我炒的菜你还没尝呢 你能够我的做啊 我去拍 妈 你快 快去 妈 小香 来 静哥 这盛名啊 不是我自己冤也来的 是妈妈逼我来 像说什么呀 来 一许博士呢 在他们课门诊呢 我带你们过去 好 去 一会儿呢 我先进去跟他聊两句 你们站在门口听 看看有没有演员 如果有的话 我们再继续 太好了 你想着真周到 他是哪一科 钢肠科 钢肠科 怎么了 怎么了 不是 钢肠科 太恶心了吧 不 小香 这人体的任何器官 在医学面前 都是没有分别的 对 不是 妈 不行不行 这个我不能见